哎 全都乱倒怎么办呀 哎 小姑娘 这是我自己家种的水果 买点吧 不用了 哎呀 你看 我还有整两个小时的路呢 你就买点吧 钱就买给你 十五块钱 那我再给你拿了吧 老板收摊回去吧 我赏你 找个去了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这个橘子底下的全是坏的 我刚才给你还是好好的 现在不是吧 橘子给你 钱退给我 不行 钱都付了 我是不会退给你的 东西我都不要 钱给我 我是不会退给你的 站住 你给我站住 不退钱 别想走 水果给你 钱退给我 不可能 哎哎哎 你们稍微过来看看呀 这个人欺负老年人 我还要学习这个 水果我摔坏了 你不是帮到什么 你让我拍呀 你看看呀 这个是我心心不顾重的呀 你快把他拍下来 你拉着我干嘛 放开 你拿换瓜 别气他乱说 这些水果粉 你拿捣瓜 你拉着我干嘛 放开 别拍了 别拍了 我没有 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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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样的人啊 我看不下去啊 哎 他不是试别里欺负老奶奶 那个人吗 啊 真的是他 你好 请问一下 任师傅怎么走 那边 谢谢 他怎么救我们公司了 不知道啊 现在的年轻人真没素质 连老年人都欺负 和王总约的时间差不多了 快走吧 袁总 这不是那个 你好 我是在这里报到的李珊珊 谁叫你来的 刘经理 你不用来了 你们公司不需要行为不断的人 杉珊 你看一下我发给你的视频 是什么情况 好 妈 这是我早上买水果的时候 那个人是个骗子 这完全就是个误会 那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家族群里 肚子好烦了 你快点给大家解释一下 嗯 好 沈沈 你怎么了呀 现在我到处都是你欺负老太太的视频 不是 我早上遇到一个老太太 她非要把水果卖给我 卖的本来就是坏的 赶紧再往这重庆一下 我跟我的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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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定个人在欧能感 击碰着 打下不甘的怒口着 不把整装 丹念过一段 大家好 这帐 不买我的水果 还在水果 不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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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别人都卖就是不卖给你 哎 你看到李神 是不是像食品里面吃个老老的 对对对 这是他辛苦 像我的人 李珊珊吗 我是大月 明天回来上班吧 妈 怎么了 还要到这儿说 小丽的爸爸说 一定要我买房子 才把小丽嫁给我 你帮帮我 妈你最疼我了 姐姐她给了我几次 都不太愿意给我了 我就知道你打什么主意 你姐嫁个有钱人呢 是该多拉点出来 哪能只顾着自己孝顺 妈 你帮我想想办法 谁让妈就你这一个儿子呢 让妈想想 我明天给你说 哎 千万别跟姐夫说 那有钱人的心也对 好好好 哎妈 那我现在有点事 我就先走了 妈你最好了 可以 这么还钱信不信我弄你啊 哎呀放心吧 这钱这两天一定给你 行 等两天啊 放心 啊 就这两天啊 回来了 嗯 妈最近怎么样 我这边最近也走不开 挺好的 就是我弟 整天鬼鬼祟祟的 也不找个正经班上 这也管不到的话 哼 嗯 喂妈 喂 先生吗 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大员在你旁边没有 妈妈 妈有些不舒服 妈有些不舒服 你一个人回来一趟吧 妈有些话想跟你说 哦好好好 我马上过来 妈 咱们先去医院看看 哎呀 不用不用 妈就有点小感冒 妈想找你借点钱 您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妈知道你孝顺 但是妈想给自己一点保障 一点养脑钱 以后生病了 我不会麻烦你们 行 你要多少 一百万 妈养你不容易 也该是你给妈回报的时候了 我自己凯莉只有八十 够了够了够了 不过你不要给大远说 到时他会觉得 我这个当妈的不懂事 没事 凯莉是我自己的亲 您不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吧 哎呀 你还是不相信我 算了 我没你这个女儿 没有 我转你 这才是妈的乖女儿嘛 好好好 你去忙你自己的吧 不行 咱们去医院看看吧 不用不用 你走吧 那你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好 走了 孩子 妈一会儿就把钱转给你 可月 你是不是在躲我呀 哎呀 躲什么呀 号发过来 马上转你 好了 给你转过去了 不要转到我先走了 行 祝洲 乔总 你们刚刚在干嘛 嗯 那人欠我钱刚给我 还给你多少 五十万 之前一直拖着 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么多钱 知道了 走吧 行 走了啊 那是我给你的养老钱 妈你帮我想想办法呀 你要多少一百万 孩子妈一会去把钱转给你 你叫我回来干嘛呀 又不给我钱花 妈你是不是把我给你的钱给他了 你都给我了管我怎么用 对关你什么事啊 那是我给你的养老钱 你弟弟要结婚 结婚要买婚房 我们有房子可以给他住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管我就算来不许我妈管我呀 小丽现在要买自己的房子了 那我打电话问小丽 你是不是要这样 那你别回来了 妈这种事情不准再发生下一次 哎呀妈你看他 结了婚了就忘了你了 不像我 我结不结婚的像是你的是吧 你妈知道妈知道 这次的投资可以说是一百万一 真的 我跟你说我是再也不想看到我姐那个脸色 他以为有几个臭钱了不起 我们俩多少年的朋友了 我还能骗你吗 只是 投资的门槛有点高 钱少了 可不行啊 所以再去见了 这次我一定要闻身 来了来了 你找谁啊 柯宇呢 欠我钱不还还躲起来了是吧 啊 哎哎 柯宇 哎 柯宇 这是谁啊 我一定还你钱 哎呀妈我朋友骗我投资 把钱都卷进去了 我想想办法 我想想办法 不对 对了 赶紧给姐姐打电话 真的赶紧转钱过来 小铃子跟我分手了 赶紧还钱吧 妈 你是 淵氏集团的淵子啊 这样 先辛苦你们回去吧 哎哎哎 行 那我就先回去 但是 这个钱我是一定要收回来的 没问题 哎哎哎哎哎哎 姐夫 你帮帮我 你买的房子呢 啊 姐姐 知道错了 哎妈你帮我求求姐姐 杉杉 妈知道错了 我年纪大了 我受不了这些惊吓 我回屋了 你的钱我们一分都不会帮一花 但我可以给你做担保 未来几年 你来我公司上班 你挣了钱 我会一分不差的还回去 我们走吧 我们走吧